男子天生没有重力,睡觉都在天花板上 在医院的产房里,一个男婴刚出生就飘上了天 还是妈妈拉着旗带才把他抱住 护士在一旁都看呆了 回家后外婆一本正经的问女儿孩子的爸爸是谁 但女儿不接话,自顾自的说要给孩子取名小帅 由于外婆不想因孩子的事情沦为镇里人的画饼 所以她禁止女儿带小帅出门 就这样小帅在家里过了几年 每天只能靠看电视里的蝙蝠侠动画节目 这一天,小帅妈给她做了件戴蝙蝠侠图案的衣服 想要送她去上学 可外婆连门都不想让小帅出 哪里会同意送她去上学呢 可怜的小帅只好通过窗户查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外婆害怕小帅会从窗户飘出去 找来工具把家里的窗户都封死了 这样的举动让小帅妈再也忍不了了 于是在晚上带着儿子出了趟门 她和小帅约定可以出门 但不能让别人知道她会飞 为了能正常走路 小帅妈还在兜里给她放了两个大秤坨 小帅自己在外面玩的时候 不小心撞倒一个女孩小美 小美起身要求小帅帮她搬东西做补偿 就这样小帅被小美给勾搭走了 两个小孩一路上谈天说地 小帅说她以后想当蝙蝠侠那样的英雄 而小美说她长大想成为一名歌唱家 为了跟上小美 小帅把兜里的衬托拿了出来 不一会儿两人就到了小美家 小帅怕自己会飘起来 不想把东西给小美 可东西还是被小美抢走 看着飞起来的小帅 小美赶紧到家里拿了一个粉色的书包 自此之后小美总会去小帅家里找她玩 两个小朋友快乐地度过了一段时光 直到某天小帅妈听小美外婆说起 小美认为小帅是个会飞的英雄 之后小帅妈就再也不让两人一起玩了 许多年过去外婆已经去世 小帅也长大成人 可她每天还是被小美送她的粉色书包 这些年她养成了读书的爱好 她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出一本自己的书 一天夜里小帅看着电视上 正招募着有特殊技能的人 渴望更大世界的小帅当即就收拾了行李 她在电视上的表演让家里的人都看到了 就在小帅打算收拾东西回家的时候 一个经纪人找到了她 打算把她打造成明星 还帮她取了个叫无重力飞行侠的一名 小帅被一顿忽悠后同意签约 经纪人立马送给了她一个大房子 紧接着小帅就接到了铺天盖地的表演 一次在登台之前 小帅告诉经纪人想做个简单的演讲 而经纪人却撕了她的稿子 告诉她人们只想看飞行侠 他们并不关心小帅是谁 在一次表演中她终于忍受不了破口大骂 为了安慰小帅经纪人找来出版社 说要给她出书 本来小帅是非常开心的 可见面的时候她发现 书里所有关于她的故事都是让枪手编造的 一怒之下小帅决定 即便要赔很多钱也要和经纪人解约 她隐姓埋名在陌生的城市 做起了宾馆前台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普通人生活 直到有一天旅馆一个陪酒女认出了她的背包 原来这个陪酒女 就是小时候送她背包的小美 相互认出了两人约到餐厅吃饭 小美问她这些年有没有欣赏人 得到的是小帅的表白 两人回到家里玩起了小时候的游戏 此后两人多次接触 情感也是迅速升温 在电影的最后 小帅回到了老家 小美也跟了过来 两人自然而然的在一起 小帅每天穿上蝙蝠衣 用自己会飞的特长来擦玻璃 而小美则怀上了小帅的孩子 绕了世界一大圈 最后发现爱的还是你 据说看完点赞加关注的朋友 感情之路会走得更顺利 沐薇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沐薇 咱们下期再见